文化審議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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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學的東西太多了 就是好像就是光聽這樣子話還是不太夠 就是可能是需要 就是要有实际的去做这样子 然后遇到问题 就是一定会遇到问题 然后再跟导师请教这样子 好 谢谢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讲得非常好 尤其是第一部分关于团队的部分 因为团队是创业的核心 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基本上创业就不可能成功 那我觉得希望能够就是 以后能以后的活动 能够对团队这方面 能够更加深入一下讲一讲 谢谢 今天的讲座这种氛围感觉挺亲切的 然后对于讲的这个团队文化 然后让我至少让我感受到了 开启了另外一扇窗户 对于创业这种团队的搭建啊 文化以及发展到企业 随着不同的时期发展 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一个新的认知 非常感谢 觉得讲得蛮好 但可能就讲得太大 太笼统了一点 以后可能更细节一点 更实际的例子可能更好一点 可能更鲜活一些 我想学到说要创业也是要团队 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指出来 就是很多时候以为创业的人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然你刚刚提到 很多都是chaotics 从这个混乱里面要找到秩序 我想这个是也蛮新鲜的一点 我个人是很感谢朱老师 我觉得受益良多 真的是觉得说 创业不是只是一个专业的知识 或者能力的问题 其实人的本身的气度 还有这个价值观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人家这些都 因为创业不是一个 一个马上的一个过程 你是一个长期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你如果你只能够跑那个 百米 可能就跑不完马拉松 所以这是我学的 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这个讲座 非常全面的讲座 就我个人感觉 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主题 都是围绕着团队和人才而来的 然后我个人感觉 不仅仅说谈团队 谈人才是对创业者 有非常大的帮助 如何组建团队 如何招聘人才 同时对于这个 在公司内工作的普通员工 也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普通的员工 也可以从这个讲座当中 能够了解到 管理层 在公司发展到 不同的阶段 他们对于员工的期望是什么 他们想要招到 什么样的人才 还有员工自己 如何在公司内 和在公司发展 不同的阶段 如何定位自己 如何适应公司的文化 如何这个贡献 对于公司文化的形成 有贡献 那么我觉得 对这些方面来讲 对一般的员工来讲 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 感谢朱老师 今天的讲座 因为我本人也是做相关的工作 我们是为客户提供一些 相关的法律服务 那么今天 听您从那个实业家的角度 来讲这个主题 我觉得收获蛮大的 就是另一个角度去分析 来考虑企业的成长 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 今天我觉得台上和台下的互动 蛮好的 那么我希望以后 是不是可能就是台上 也有一些互动 就是请就是不同 就是角色的人 比如说您是实业家 再请一些投资人这样 然后就同一个主题 来发表这样的意见 是不是大家能够就是 对某一个话题 就是印象能够更深刻一点这样 好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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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